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俄罗斯的固有领土 而且时间长达9年 所以该地区和赫尔松等地有明显不同 如果俄军守不住克里米亚 其实就可以直接判定俄军最终将面临失败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谢尔盖·阿克肖诺夫 近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 在费奥多西亚上空 防空系统拦截了一枚从乌克兰方向发射的导弹 被防空系统击落的导弹残骸 落到克里米亚的一个居民点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仅从这次无军导弹袭击就可以看出 泽连斯基的反攻目标或许真的不是顿巴斯 而是克里米亚 对于这条消息 有两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点 第一 阿克肖诺夫称是从乌克兰方向发射的导弹 要注意是导弹不是火箭弹 第二 不管是普京还是梅德维杰夫 甚至是俄罗斯所有具备一定分量的政客都说过 如果克里米亚遭遇袭击 那么俄军将用一切手段进行回应 毫无疑问 俄罗斯没有太多排能打 所以舆论自然而然的理解为适合武器 但普京的底线就这样被无情刺穿后 克工居然毫无反应 首先来说第一点 虽然俄罗斯没有公布关于该导弹的更多消息 但作者认为很可能和上月末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上空击落的纳美导弹一样 是乌军新型进程战术导弹雷霆-2 这种导弹和俄军的伊斯坎德尔M导弹比较类似 射程有500公里左右 采用惯性加GPS卫星辅助制导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稍加改进 这款导弹的射程会直接来到650公里左右 从某种层面来看 它已经威胁到了莫斯科的安全问题 对于第二个问题 作者认为现在世界舆论已经形成了共识 之所以俄罗斯所划定的底线可以一次次被刺破 那是因为俄罗斯和北约都没有做好掀起最后决战的准备 但这种视而不见 无疑会助长乌军士气 未来很可能还会有更多乌军导弹直奔俄罗斯境内 如果做不到全部拦截 俄军还没有什么明确的反击措施 那么克工很可能直接丧失威信力以及全球影响力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